如果有酸民來沒關係 買東西會在意保值的 就是因為你想賣 那你想賣會在意保值 就代表你的口袋不夠深 我講的是實質 你看那些有錢人他買東西 他哪在意保不保值 他喜歡就買啦 就像我買車 我也不會很在意保值 我只在意這個車適不適合我用 因為例如說我會去潛水 我會去打高好富球 那如果我買一台雙門車 我也只能平常在路上帥帥而已 但是我不能去潛水 我不能去打球 我連球具都載不下 我潛水裝備都載不下 我怎麼可能去買雙門車對吧 所以我一定得買四門跑車 所以為什麼我會買Paramero 而且選配選到快七百萬 就是因為我要有一台跑車的性能 跑車的外觀 但是他能夠讓我把後座全部攤倒 然後把我的所有裝備都放進去 我可以開著車載著我的裝備 甚至載著我的朋友 載著我心愛的人 去我任何一個地方想玩的地方 但我開了跑車我什麼都載不下 我只能去兜兜風而已 所以跑車我們叫FUNCAR 它就是玩樂的車 代步的車 但是平常你在做任何休閒娛樂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很適合 就像買錶一樣 從來之後 你兜兜風 那一幾乎 你覺得 我會看